日前关山警察分局龙泉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电话 表示因为路况不熟使用GPS 在回转时后轮不慎掉入水沟 请求警方协助 而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赶抵现场 并利用杠杆原理顺利协助民众车辆头困 一个在右边一个跟我在这里 就是往上拉就好了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警方就地取材 找来出大的木棍 以增加轮胎的受力面积 并成功协助民众脱困 13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 关山警察分局龙泉派出所接获勤务中心转报 表示有民众因为路况不熟使用导航系统 在要回转时后轮却不慎掉入水沟内 导致无法脱困 请求警方协助 而龙泉派出所的所长 立即率领所内的远警前往查看 并在现场就地取材 协助民众顺利脱困 本所接获请指中心转报 由民众车轮落入水沟 请前往协助 本所严谨抵达现场后 随即就地取材 持出道木棍顶住后轮两侧 让后轮有抓地力后 再请驾驶吹油 才顺利协助车辆脱困 借此利用机会呼吁民众 驾车出门游玩 务必先行检视车辆状况 及查询路况 使用GPS导航系统时 也要依实际道路状况判断 切勿贸然行驶 以免发生迷航及受困 观山警分局也呼吁民众 驾车出门游玩时 务必先行检查车辆的状况 以及查询路况 使用GPS导航系统的时候 也要依实际道路状况 进行判断 切勿贸然行驶 以免发生迷航或是受困的情形 记者陈吉林海端相报导